长期咳嗽心肺疾病案例 生活质量差 痛苦不堪 期间曾服用中西药 不但没有治好 反而更严重了 由于患者女儿了解原始点的功效 于2021年2月1日 直接到公益点寻求帮助 第一天处理 上午至公按推全身 头部及上背部皆有强烈痛点 下午再次按推上背部 冲干浆粉一两分五次喝下 爬楼梯两次 共22层楼 当晚即从9点半 一觉睡到隔天清晨6点 睡醒之后只倾壳两声 马先生非常惊讶和开心 第二天 上午按推全身一变 下午再按推上背部及前胸患处 和江粉泥一两爬楼梯七次 共77层 虽然白天已睡了三个多小时 夜里仍然一觉到天亮 早上起床时 依然只轻咳两声 重咳一声 第三天 上午按推全身分七次爬完77层楼梯 白天没再咳嗽 午间睡一个半小时 晚上从八点半一觉睡到隔天早上五点半 睡前有轻咳现象 但是由于肝壳变成躺壳 呼吸也顺畅了 晚上睡得很好 马先生下定决心戒烟 第四天 全身按推后 爬楼梯五次 共110层 喝姜粉泥一两 晚上从七点半 睡到隔天早晨五点半 虽然中间醒了三次 但都没再咳嗽 刚到公益点时 志工曾明确告知 不建议吃任何药物 此时他看到自己 在短短几天内 病情就大为好转 又惊又细 以完全信服原始点疗法 所以将私下偷带来的药品 全都扔掉 马先生还决定 好好学习原始点 日后当义工 自立利他 以解决人类所有病苦 感恩张医师 研发原始点疗法 帮助病患找回健康 找回生活的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